新闻一开始呢 带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 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外送平台 对 没错 因为现在是中午时间 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准备要订外送来吃嘛 对 但是呢 外送平台FUBANDA 他们寄出一个新规定 就是从8月开始呢 如果你顾客订餐 你取消订餐之后呢 这个费用啊 将会由店家自行吸收六成 那这样的规定出来啊 就引发很多店家的不满 对啊 六成其实真的很多耶 超过一半以上 那目前呢 FUBANDA是回应说啊 其实呢这个买卖契约呢 是建立在这个消费者 还有店家之间 那平台呢 只是做一个代付的作用而已 那他也强调说 这个规定呢 其实不是突袭 早在一周前就已经公布了 桃红色的保温箱 上面印着熊猫的笑脸 外送平台FUBANDA 这两天却让店家笑不出来 他们25日在官网公告 从8月1日开始 如果顾客弃单 店家餐损费用 FUBANDA不再全额负单 改用店家制行吸收六成 这个新规定 让许多店家启诈了 万一顾客一直恶意弃单 店家赚不到一毛钱 还要倒赔 那不倒闭才怪啊 而且你要改规则 也不早点说 搞偷袭 根本不讲武德 对此FUBANDA公告 提前一个星期公告 不算偷袭 而且要符合消费者 主动通知取消订单 以及确实未收到款项 这两个前提才会成立 店家误会了 不过FUBANDA的解释 恐怕不是每个店家都能接受 好那其实啊 FUBANDA在上个月 就已经有争议了 对 他们在6月7号的时候呢 就公布说 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 桃園 以及新竹 縣市 如果是这些縣市 六縣市的话 必须要加收这个平台费 不论你是就是一般的消费者 或是你是这个会员 通通都要加收 虽然说这平台费没有很贵 大概3到5元 可是呢 可能就让消费者非常不开心 对啊 因为这个规定 其实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也是麻烦 因为有些人想说 我都已经花钱 给买那个会员制了 结果你还要再多收我那几块钱 对 是 那这个举动呢 真的是让消费者 以及会员大为不满 FUBANDA6月7号起 在六縣市加收平台费 而且不论是一般的消费者 或者是订阅制会员 皆需要多付3到5元的费用 引来大批消费者的反弹 认为FUBANDA无预警 而且没有提前公告 刷加收平台费 不准和平台使用的条款不符 更直言是变向收费 片面的违约 纷纷投诉消保会 要求业者退订 并且按比例退款 对此FUBANDA回应 为了配合全球政策 平台费的通知时间比较晚 他们也听到了各方回馈 未来平台会加强资讯的揭露 以及沟通 并且积极协助消费者处理各项的消费问题 好那接着呢 我们把焦点转移到疫情部分 现在毕业点五已经杀进台湾了 而且还在高雄产生了群聚案 初不了解啊 其实是有12人养性嘛 不过在昨天又在职场上 多增4名的新增个案 南部船厂的这一个染疫的事件 那高雄市这边他们有针对这个船厂的员工 在昨天有进行这个第二次的一个裁检 那有在发现有4名的确诊的员工 其中有两位 事实上 都是就案在这个5月份就已经有确诊过 那这次验出来的CT值是分别是35跟36 都是蛮高的 所以也很可能只是前前确诊 还没有超过3个月内的这个 阴阴阳阳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有两位先前没有通报过的这个 个案的话 那他们的CT值一位是28.8 另外一位是35 所以事实上也很难去认定说 是不是在这一波最近才被感染到的个案 这名50多岁的造船厂员工打过3G疫苗 先前在5月中曾经确诊 7月中又再次出现症状 快塞和PCR皆为阳性 因为重复感染 送基因定序 验出毕业点5 25日公布家庭与职场的接触者 初步发现有12人阳性 研判为疑似家庭及职场的群聚感染 不过仍有带基因定序的结果 罗一军说明 高雄市昨天针对船厂员工进行二次裁检 再发现有4名确诊员工 其中有2名属于救案 卫福部日前公布最新的疫苗受害救济审议结果 那其中是总共有6例 4例是因为AZ疫苗施打后有不良反应 另外有2例是莫德纳 那其中有一名40多岁的女性 她在施打这个莫德纳疫苗之后 她就开始掉头发 而且掉发程度很夸张 是几乎快要到秃头的程度了 那这样子很伤耶 对所以她就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个疫苗的问题 那最后也合与救济金15000元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说明 接种AZ后死亡个案是一名新北市的20多岁男性 个案接种疫苗两日后发生弥漫性 蜘蛛膜下腔出血及脑室内出血 因个案属于年轻族群 而且没有其他慢性病史或者是造成血小板低下 及出血危险因子 所以没办法确定说 她的症状和接种COVID-19疫苗的关联性 因此合与救济金新台币350万元 另一名接种莫德纳后死亡个案 为高雄市70多岁男性 个案接种疫苗后 当天就发生意识不清等情形 因为其死因无法确定 与接种COVID-19的疫苗有一定的关联性 因此给予救济金新台币50万元 且个案经过病例解剖 给予伤脏补助新台币30万元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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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